欢迎来到今天的Fly Talks 小五说 那今天呢 小五首先啊 想就一直给我留言的 小五的贴胆粉丝 说一声感谢 你们给我的每一句的鼓励 给我提供的好的建议呢 小五都有看到 有一位呢 叫MilesError2017的战友啊 一直给小五留言的 而且也一直给钢铁侠的节目留言 在最新的一期啊 关于我们回顾民主制度的时候的 那期小五的节目当中呢 MilesError又说 这个节目当中没有一句废话 字字诸记 感谢感谢 然后还有我们的88JJ战友啊 88JJ战友应该是一个老战友 在很多的战友的平台上呢 都有看到他是一个小班手 他现在也是小五这个频道的小班手 感谢88JJ啊 一直给小五留言 而且给小五的都是鼓励 麻烦的爱哦 谢谢 还有每一期的节目下面呢 都会看到火速感来抱走小五的评论 看来小五很受欢迎 看来最近要好好减肥 要不然的话太重了 大家抱都抱不动 当然还有小五的忠诚粉丝 像五福妹妹啦 桂英美啦 郑爵路啦 那刚才提到的这些战友呢 再对大家说一声谢谢 没有提到的战友 你们就多给我留言吧 举一下你们的手 让小五可以看到你们 另外呢 就是这几天啊 一直在收集大家 要问七个的那些问题啊 零零总总的有很多 然后我们呢最后呢会一起讨论了以后呢 有七个问题 而且我们也会说是哪一位战友 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的 最后让七个来为我们解答 好啦闲话 家常的老科就说到这儿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 咱们要聊什么呢 小五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啊 战友们 五十多期的节目 包括应该爱听不听这个节目 已经第七期了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当中啊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觉得小五已经是很快的一个速度 但是对于小五来说一天一天的日子 一天一天的做节目 这样的一个鸡尾的过程当中啊 我发现我们该说的很多问题都已经说了 包括到上个星期 穆龟英战友提出的民主的制度 就是中国未来要走的联邦制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 然后呢我们又扒了CCP的历史的祖坟 知道呀这个中共从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邪教的胚子 它从西方模拟教换化而成 而且呢它和当时的东方模拟教的这个民教啊 最后呢是建立明朝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并没有什么两样 它就是一个邪教统治下的意图 想要政教合一来统治全中国人民 最后想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控制全世界这么一个野心 它所有的这些统治的方式都已经被我们揭穿了 而且呢之前啊 穆龟英战友呢 又通过这个文革2.0的整个的一个向我们展现了 中共接下来要干的事情 它对于中国老百姓啊 它就是会开展一次几乎跟49年建国一样的清算 和对所有老百姓资产的剥夺 这个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只是它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啊 速度有紧有慢 这个跟外部的压力啊 跟它自己的节奏啊都有关系 但是文革2.0一定会来 在这样的多重因素之下 咱们就有一个问题要问了 那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反抗呢 为什么CCP到现在还没有倒台呢 针对这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的这个问题 小五今天呢在Genius上面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国人的冷漠麻木 是催化邪恶体制壮大的根本原因 小五觉得啊 这篇文章是颇有一番道理的 中国人有一句话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所以啊 对于其他人的遭遇 对于其他人的困境 通常呢都是自家自扫 门前选 跟我没关系的事 我也不关心 但是这也反过来可以说的 如果这个事跟我有关 那就铃铛别论了 所以呢中国人不反抗 那是因为啊 社会主义铁拳还没有揍到你 那是因为啊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让每个人 每一颗他能够阉割的韭菜 尝到苦头 随着中共啊 对于体制内九千万党员的清党 不断的学习强国ETP的监控 这一部分人都会醒过来 因为社会主义铁拳 开始砸到他们 开始感到疼了 而更多的老百姓呢 关心了手上的车子 房子 票子 中共这社会主义铁拳啊 也会按照由大到小 根据你的规模体量来 他会呢 先挖一些大韭菜 比方说啊 在最近啊 就有很多的私营企业家都被爆出啊 他们的股权 被公私合营的这个表象 被国家给收走了 他们会以为是国家收走了 其实啊 所有的股权 他们的经济利益啊 都进了盗国贼的口袋 再看看曾经风光一时的 从马云 马化腾 到今天的刘强东 王健林 这些人的股权和资产 都在被中共瓦解和剥夺 他们呢 法人代表的身份 也在陆续的被换成其他的 由中共控制的代理人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其实很简单 中共会用他的社会主义铁拳 唤醒每一个人 最后反抗 这是时间问题 这就跟中共的倒台一样 大家不必去纠结 我们一定要在2020年 6月4日这一天 让中共倒台 其实谁都明白 今天的局面和明末和清末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中共倒台 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不必纠结于具体是哪一天 只要他倒了 好日子就会来到 历史告诉我们 反抗永远都是来自于压迫 每一次的反抗 都是因为官逼明反 明不得不反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很多战友啊 都心急火燎的在想 CCP为什么还没倒台呢 急得不得量 其实啊 我们急也是干着急 并没有用 我们可以用逻辑来分析分析 这CCP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没倒台 第一啊 从外部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到 美国也就是CCP最大的外部的对抗者 也是全球最强的一股势力 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和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战备的状态 但是啊 咱们都知道拳击手走上拳击场 最后PK之前得先热身是不是 他得原地半打两下 就像七哥一样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现在美国就在这么一个位置 大家不用着急 包括贸易战 七哥不是说了吗 他会以一个非常滑稽的结果来中局 到目前为止啊 虽然中方和美方都给出了要签署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的这么一个通报 但是具体要签什么 谁都没有给出一个准信 中方有中方的版本 美方有美方的版本 露死谁手还未曾可知 这第二呢 CCP为何还未倒台 咱们就得看 这CCP到底还保留了什么优势 首先 对于国家机器的几个权利 它是牢牢的控制在手中的 其中尤其包括攻减法和军队 因为除了攻减法和军队 其他的它控制国家的机器啊 无非就是外交和金融 这外交上呢 全世界都会对抗共产主义 因为共产党的渗透 已经让全球的除了那些邪恶的六十几个国家之外的 其他西方的民主发展的国家都输不了了 西方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反共的联盟 一起携手对付CCP 而在金融上呢 是的 我们不可否认 王岐山王公罗 对于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 有着极强的操控能力和渗透能力 齐哥不都说了吗 王岐山就是整个中共最大的一股暗黑势力 他对于全球的渗透啊 不仅仅是让西方的人赚到了钱 还让西方的人啊 也得了双修的能力 通过信 钱 等其他的3F手段 BGY 蓝金黄 对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政要 金融界的人士都进行了操控 但是这种操控 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当整个西方世界一起反共的时候 这些被他渗透的人和力量 真的能够站出来为他抵挡一切的攻击 事实会证明啊 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西方的政客和金融界人士啊 最后都会站在中共的队里面 因为他们最后只会选择站在谁获胜的那一方 我们也都知道了 获胜的一定是代表正义的力量 而不是中共 因为他们是魔鬼和撒旦的化身 所以小五想说啊 除了金融和外交 这攻减网军队 现在是中共啊 控制十四亿老百姓 队内唯稳的加强自己政权统治的唯一方式 中共以为自己对攻减网和军队的控制力极强 可以固若金汤 但是事实是这样吗 最近这习近平啊 是破格晋升了很多的上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没有控制力 这是一个被迫之举 这些人当中 到底有多少人心向习王 他并不知道 他只能通过 先把你们破格提升 然后走一步 看一步 小五觉得呀 他对攻减网和军队的操控力 已经到了历史最薄弱的环节 这是因为CCP这些 盗国贼家族这五百个红色家族的恐惧 所以呢 他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考验队伍里的中心 战友们 咱们要相信啊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当天时地利人和之下 全民灭共将成为浪潮 因为社会主义铁拳砸到你 你最终受不了 就会反抗 而其次 以共灭共就会发生在这 全民灭共之后 因为共产党内部的那九千万党员当中啊 有良知的 和受不了割韭菜的 也会跳出来 集体的反抗 这个独裁的 邪恶的政权 那个时候 我们爆料革命获胜的机会 将会搭线 通过这一分下 小五就想告诉大家 CCP为什么还没倒台 嗨 这就是今天的Freddy Talks 小五说 下期见